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姑娘 我这个祁愿符是祖传的 一两银子一个 你这十两银子恐怕不够吧 一两一个 也太贵了吧 姑娘 我们家的祁愿符可是包管灵验的 可是 我也没带那么多钱 姑娘 你手上那个玉佩值四五两银子 这个玉佩可不行 这是我哥哥给我的 说是以后给我未来的夫君 虽然不知道他值多少钱 但是我不能给你 姑娘 要不这样吧 你把这玉佩抵押在我这里 明天呢 你把银子带来了 我再还给你不就得了吗 明天 还在这儿 我天天在这里啊 我们做生意 言而有限 好吧 我相信你 姑娘 我看你这么有诚意 这里呢 还有二十个祈愿符 我呢 就全送你了 来 拿好了啊 谢谢老板 姑娘 刘布 从这边往东边走 有个许愿树 你把这个符往上一挂 越高越灵 快去快去 现在人少 赶紧啊 赶紧去啊 就在东边拐弯的地方 好 各路神仙保佑 爹爹 娘亲 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这个红绳 跟师姐手上的可真相 回京城这么长时间了 也不知道师姐他们怎么样了 船长 你 你 你 简直加之连城 赚大了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五三 五三 余悠三哥苏泽 别再像木头一样 多说话更健康 保佑良天表姐 良天表姐 不就是我胃过门的宝主夫人吗 什么包主夫人啊 你想得美 我爹娘同意了吗 我表姐同意了吗 我同意了吗 这还需要你同意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